佛就是教大木间联如何去对治睡眠 如果我们是懈怠的心的话 那当然我们一开始我们就去睡觉了 所以佛的用意就是说 我们今天有这么多的对治法 你要一个一个去做了 真的不行 那就表示你真的已经太累了 那么你再去休息 所以我们不要一开始就是 我打坐睡睡昏沉那我就去睡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你会发现我常常打坐 那常常就马上要去睡觉了 因为我们实在是太习惯打瞌睡了 所以不要那么快就放弃 我们要先把其他的佛法 佛教的这些方法把它拿来用 用了真的不行了 那表示你的色身真的太累了 那么才去睡觉 所以不要一开始就放弃了 如果你能够背起来 当然最好啊 你走在路上 或者你在做事的时候 譬如说你在洗碗 那你在边洗碗 一直在打妄想 你如果在心当中边洗碗 边送冷言咒 它就是能够帮助你 不要打妄想 这是一个方法 因为你没有办法 专注在洗碗的这件事情上 你可以以念执念 所以你就是心当中送洗冷言咒 就可以帮助你保持正面 心靠在冷言咒上 所以能够背起来当然最好 每一个法它的功能会有别 但是不同的功能 它可以帮你达到一样的效果 譬如说我今天要吃一个柳橙 那我可以用刀子去切它 我也可以用剪刀去把它的皮削掉 我也可以徒手 只是用我的手指头把它的皮剥掉 我的方法是不一样的 所以它的功能性有一点点差别 方法不同 可是它都能够达到我把这个柳橙的皮剥掉的效果 我就可以吃它了 那所以同样刚刚才会说 譬如说我在扫地在洗碗煮饭的时候 我如果能够完全保持 不起心动念 就是专注在当下 那么专注在我每一个动作 这当然就OK 可是如果我没有办法 我还是边做一直边打妄想 就是运用刚刚讲的以念执念 那以念执念的方法很多 那是因为你刚好提到能源咒 所以我才说 那这时候你也可以念能源咒 让你不要打妄想 你就专注在这个咒语上面 这是可以的 当然可以啊 因为有一个方法就叫做思维修 所以我们不管是在修四念处 在修慈悲观 这些全部都是思维修 打坐不是完全不动念头 所以我们刚刚讲的说 戒定会或者文思修 你在静坐当中有一个这个观法 所以如果你们有修过 因缘观 慈悲观等等 这些全部都是要动念头的 是没有问题的 那只是很多人误会 以为打坐就是要一念不生 什么都不动 念头不动不起心动念 当然如果你这么厉害 你一坐下来马上没有念头 我一系的念头 粗的念头通通都没有 那当然你就是很快 就是入到定当中了 那这没有问题 可是大部分人不行 所以我们还是要运用 我们的新意识 还是要来修行 如果我们能够达到 刚刚讲的无声法忍 那么真的你就是究竟没有分别了 我们凡夫会有分别是因为我们分别好跟坏 我喜欢不喜欢 这个是我的家人 那个跟我没有关系 这个人永远都对我好 那个人就是老是找我麻烦 这一个国家好恶劣都要欺负我们 那个国家对我们比较好 给我们很多优惠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一般的世间人的分别 那我们修行学佛就是要把这些分别把它去掉 是因为我们有分别就有苦痛有比较 你会很痛苦 所以我们为了不要痛苦只想要快乐 那这个快乐是就近的清净的法乐 所以我们才要学习不分别 可是在修行不分别 我们还有所谓一种善分别 这个能善分别诸法向于第一第二不动 就好像你今天能够分别 哦这是小孩子 当这个小孩子在哭闹的时候 你会知道要怎么样去哄他 让他不要哭闹 让他能够平静下来 这个就是你善分别嘛 如果今天这个两岁的小孩子在哭闹 结果你用大人的话 就是用那种二十岁三十岁的人 才听得懂的话 去跟两岁的小孩子讲 他听得懂吗 他是听不懂的 所以这个基本的善分别要有 还有我今天去到一个国家 这个国家的法律是什么 我要遵守他的法律啊 这个也是世间的分别 这一定要有 不能没有 如果没有你就是给自己惹麻烦了 所以我们讲的分别 他有善分别 有恶分别 所以我们要学习怎么样做善分别 能够善分别 才能够保护好我们自己 也能够运用方便法 去帮助其他众生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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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